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 一直以來我們憑著多項的優勢 包括我們的法治、我們的制度、人才 以及背靠一個龐大的內地市場 我們吸引了很多跨國公司 以及內地企業來香港籌資融資 我們的金融發展也都在過去這段時間相當不錯 不過我們要鞏固和提升 我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這個地位 我們認為往後一個核心的競爭力就是人才 尤其是我們需要一些能夠有國際視野 能夠有對未來的發展 尤其是金融業裡面跨行業的發展 有所動息大小的人才 因此在這個思考之下 我們在2018、19年的財政預算案 就提出請金融管理局牽頭研究成立這個香港金融學院 我們今天很高興這個金融學院 在金融管理局和幾個監管機構 和行業的支持之下成功成立了 往後在香港的人才培訓 在金融人才培訓的方面 我們相信可以發揮到很大的作用 是 解放了 於是 現場 報告 新聞 太 拳 本人 感谢观看